七年之痒,看一个人七年就容易审美疲劳,那么对于效力皇马九年的C罗呢? 似乎过去多年每一次新赛季开始前,看到C罗穿上新款的球衣,都有点是绝疲劳了,因为都是验着皇马的皇冠标志,而这一次则不同了,两个大写的姓莫德姐,要求你明白,如今的霸道总裁,属于尤文图斯,33岁的C罗选择离开已经非常熟悉的皇马,看似冒险,其实是非常正确的选择, 因为在晚一点年龄上也太大了,现在加盟新俱乐部,还能将他个人的品牌溢架,得到更大的发挥,在皇马,弗洛伦地罗不能让C罗和梅西拿到一样的薪水,西班牙税务部门又没完没了,这种情况下,走为上策,C罗加盟尤文图斯首日,球衣销售达到了52岁,这个数字是个大门户报数的数字, 即便遭到质疑,但是估计出入也不大,因为在这个星球上,似乎在没有一位球星有C罗这样的影响力,他毫无疑问就是一个准球王 这个夏天,C罗很忙,世界杯出局后,C罗随即带着女友和孩子,在希腊度假,并且遥控指挥自己的转会事宜,待到半决赛打响之前,C罗官宣成为班马军团议员,当天世界上最大的新闻,居然不是世界杯,而是C罗转会,霸道总裁的影响力可见一斑, 随后,来到中国,日本的C罗享受着各种欢呼和追逐,目前,C罗已经开始了在油文图司的手探训练课,适应,程度不错,并且,媒体曝光了C罗在独龄的新家,位于市中心的连排别墅,看上去十分豪华气派,并且这里打动C罗的一个原因, 市区虽然处于冒市区,却是位于板山脚上,有河流流过,借这里特意增加了植被,畜牧茂密,可以有效的阻挡狗仔,暴政C罗一家的隐私,此前C罗的经纪人表示,油文图司是C罗效力的最后一家俱乐部,但其实似乎这话并不准确,四年后C罗也才37岁,以他的侵犯和自愈,提到40岁一点问题没有, 感谢观看